他一定是不敢花心的 大培斯这么强势的女王个性 他一定不敢花心的 我觉得就是文化的差异 加上两地的就是说分开 因为尤其像这两年一起的期间 他们两个人就是 当然大培斯在台湾 汪小飞每次要来就是要隔离 然后他现在重心 这一年都要转回去大陆了 所以他不是讲吗 他已经隔离了第五次 然后每一次要隔离 两岸两边都15天 再加上说他妈妈也讲 他跟他打核酸检测 已经测了1000次了 那当然是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只是导火线 最重要就是说是个性的问题 跟一些文化的差异 他们在这么多年 其实十年下来 也没有办法去磨合跟解决 那疫情只是加速他们这些问题 把它催化出来这样而已 那我觉得他们中间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包括婆媳相处的问题 小孩子就学的问题 还有汪小飞常常在这个脸书上 微博上面这个大炮的个性 我觉得那些点点滴滴都是导致 就是说大培斯很难容忍 再加上就是说他那些发言言论 导致他有些政治上的一些争议发生 也就是说可能像他们的小女儿 儿子现在开始上学 有些女儿现在都已经十岁了 上学的时候同学也许都问起 那加上就是说 如果光小飞一再的批评 台湾的一切的一切 等于也就是在打他自己 这样的巴掌一样 我觉得长期下来 大培斯的个性 当然是没有办法容许的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